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突然间血闹出来 突然间脑袋鼓起来 医生连续32小时抢救 正是什么 为你有希望 我们就坚持 寻找最美医生陈建平 为你讲述神经外科医生的荣耀与精心 2014年6月23日 一条消息迅速在网上走后 离时32小时完成一台神经外科手术后 医生泪倒在手术室的地板上 24小时之内 这条消息就有超过100万人阅读 有人点赞 也有人对此表示质疑 福建协和医院的陈建平是这台32小时手术的主导医生 2015年2月 时隔半年 我们在手术室外拍到了这样一幕 你长二十整备了 我要长三个月了 我长三个月了 这样四个月了 此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 陈建平第一次走出手术室 中午饭还没有吃 今天的手术是为一个25岁的女孩切出一个巨大的精神经瘤 为了把肿瘤切干净 又保住女孩的笑容 陈建平在手术台前坐了整整11个小时 可能会存在面摊 歪嘴或者眼睛闭不冷的情况 但是像不要担心这些 因为我姐才25嘛 所以如果歪嘴的话 她形象也挺重要的 所以之前术宪是比较担心这方面的事情 这个病人来 我就压力很大 她25岁 她以后的率子还非常满 你想想要是我们自己得了这个病 以后说医生告诉我 看完到嘴巴歪了 那是怎么见的 嘴巴歪了 她只说难看 但是眼睛如果闭起来 病人生活很难受 很不方便 女孩的笑容能不能保住 三天后答案将会揭晓 像这样的手术 陈建平每年要做400多台 半年前的32小时手术 创造了福建协和医院最长的手术记录 2014年6月 63岁的黄月鹅因炉内出血昏突 当诊断结果放在陈建平面前时 从与25年的她 也大吃鸡鸡 她就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颜动脉动脉脉瘤 还有一个就是脑干的被刺一个小孔胺脂细胞瘤 很罕见 很好的 炉内同时有两个致命病灶 单独做哪个都堪称神经外科手术中难度最大的 万一术中另一个病灶破裂出血 病人很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就是因为她术前已经出过血 我们唯一的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出血 因为她术前没办法判断 根据那个CT抄术来评 那个出血的表现 没办法判断是动脉瘤出还是肿瘤出 就是你术前没有一个定性网 术中再出现猪瘤膜上去 这才是最可怕的 这是让你最担心的 6月21日星期六 上午8点30分 黄岳和被推进少数室 实际上她已经推到手台已经很久了 我们还一直站在门口 这一下可能就是分别了 所以当时那一下就是 大家都没一句话 9点 手术正式开始 在无法准确判断出血猿胸的情况下 手术团队只能先处理危险最大的 眼动脉瘤 它这个动脉瘤长在骨杠上 还有一个这个动脉瘤它躲在骨头下方 就一部分被骨头在打 你要处理这个动脉瘤 你必须把这骨头磨开 那你在这个磨除的过程中 可能诱化 肚脉瘤破裂 就像那个经常电影上有演的 你看一个子弹飞过来 打到整个动脉瘤 一飘出来 它出去就像非常凶猛 这骨头磨得很艰难 我们用这个磨状的时候都经过专门训练 就是磨个鸡蛋 磨个鸡蛋 你要把鸡蛋磨掉 下面的鸡蛋 外面有一层磨 又不能选伤 这个磨这个骨头相当难 四个多小时过去了 眼动脉瘤终于被成功加弊 然而最令人担心的一幕出现了 我们做完动脉瘤很顺利的 一点都就做完了 在缝的过程中 再次出现就往不上的出血 突然间水冒出来 突然间脑袋滴起来了 那就跟挤豆腐脑一样的 就跟那个可乐开瓶一样的 这个水挤出来 豆腐脑就这样挤出来了 最恐怖就是这一点 这是非常非常棘手 如果说这个出血不能止住 它停不下来的话 或者一直出的话 然后它一直饶月骨 可能这个病人就在手指台上 可能就这样死掉 建民主人很镇定的 就把这些血一直在吸 吸这个血 再判断再涨 而且我们在吸的过程当中 去探查去找麻利出血 叫麻利血要稍微下降一点 我想会挺得住 这时候就说让你非常震惊 十几分钟后 出血终于止住了 但是情况丝毫不足有关 再去查看 肚脉瘤非常好 那就完了 就后面出血 后面的肿瘤就在脑袋的被扯 脑袋是管呼吸管心跳 你一旦受到血继续压迫的话 那可能呼吸就停掉 出血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此时后面的肿瘤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可能再次出血 那只好只能去把它处理掉 你不处理掉 那就变得没得救了 那你再困在里面 你要坚持下去 要做下去 只要至少变得有希望 但你做了 它就有可能活 你不做 它可能就这么做了 第二套手术预案被迫马上启动 切除原计划分两次做的 确管网织细胞瘤 下午五点 陈静和陈松 完成第二次开录手术后 陈建平再一次做到险飞镜前 除了手上细微的动作 整个人几乎移动不动 在外部来看 觉得它是移动不动的坐在那边 但实际上这样子 对于医生的要求更高一点 他因为要长时间不及 要坐着不动 稳定性要要求很高 眼睛要一直保持在显微镜前面 像我们比如说做手术 露眼座 头稍微动一动 这样一下 这都是活动 这都是活动 那你用显微镜就不行了 那你就是个机器人了 你做手术一般 头一偏开 你就看不到素颜了 你就非常危险了 所以一定要保持在 双眼固定在目镜的前方 能耐力也很高 非常高 真去做你就会发现 实际上你做三个小时 已经非常疲惫了 做十几分钟 都可能腰上背痛 可能 这都有可能 那是平常说 那时候可以说忘记得这一切 把所有的精力 都集中在你的显微镜下面 就像你看到一场 精彩的足球赛 看到一场精彩的连续球赛 你看到一个精彩的画面 你忘记 忘乎所有了 你转眼过去 可能滑灯处上 在这里 你也看不到外面的太阳 你只知道 我再一步一步再做 一步一步再走 时间就是凝固了 下午六点 麻醉医生和护士已经换班 两名助手医生也轮流休息 以保持体力 而主刀医生一旦做到显微镜前 就轻易不能离开 也没有办法替换 一定要完全结束 你坐下去就没有回头路了 就这个意思 你这个刀开 你这个 你开始切这个流子 你就不可能停下来了 你停下来的就意味着再出血 它整个的肿瘤里面都是血 你不能说我把这个肿瘤给剖开 一块一块给它拿出来 那一旦剖开可能止血止不住 有时候甚至不可收拾的 肿瘤往往包裹着重要的血管和神经 伤到一根 病人就有可能眼睛闭不上 耳朵听不到 陈建平不敢有丝毫放松 单纯把肿瘤切掉可能很快 但是为了保护那个神经 慢慢慢慢去剥离 神经上面一些小小的血管 它抹上了就是整个肿瘤帮抹上 一些小血管 你最好都要保留着 有些是需要的血管 有些不需要的血管 有些是异常的血管 那你在需要你的经验 和需要你的知识去判断去处理它 你万一把有用的血管给搞掉了 那这个病人就是 那就是昏迷子无生存状态 严重就是速冻直接心脏都停了 特别关键的地方 像蚂蚁啃过头一样 一点一点一点的给它弄下来 这样可能它 说起来没有太大的筋动 那个神经 没有太大的刺激它 这样就输入了它功能就好 为了更好的保留患者的功能 陈建平常常在手术中 花费更多时间 承担更大的风险 它是这种状态 这是能拼就给你拼过去 因为对这个病人来说 这机会就这一次 下一次你再做它再复发 结构啊 环境啊 它就不一样了 而且你要再受一次 它所以能切的一定会给你切掉 能切的一定会给你切干净 它是很完美的一个人 就是它会追求它的完美 它做手术的每一步都需要完美 2013年 陈松跟陈建平主任 做过一台24小时的手术 至今印象深刻 那我之前跟主任开的24小时 那就是没休息 那就是没休息 那主任就是坐在那边做一整天 坐到第二天 我下来坐在哪里 在手术台上都很清楚 就站在这里病人清醒过来 我还很精神 我去上面吃了一餐饭了以后 坐在椅子上睡着 他开过好几次的24小时 26小时 他最高纪录是28小时 没办法想象 他24个小时不动的坐在那边 坐一整天能是什么状态 非常苦啊 那真的是非常苦 又是17个小时过去了 陈建平 都坐在险肥镜前 一刻也没有离开 每次手术前 他都严格控制自己的紧食 术中更是不吃不喝 很少有人知道 他患有糖尿病和肾结石 长时间手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 却时刻在损害他自己的健康 看他就是吃蛋不吃蛋黄 就问他主任怎么了 他说他没有病 聊天的时候问他 像这种肾结石他不发作 没人知道他有肾结石 我们可能在这种印记状态下 他这些其实困闭的感觉 其实我们上台人家都想 你上他手术一天没有小便 不行 我从早上坐到早上 可以不上手术 可以不上洗手术 他可能知道要做 今天要做 他早上可能吃东西就少了 手术进行17个小时后 肿瘤终于被成功切除 夜里两点多 连续做完两台大手术的陈建平 获得了一次休息机会 在福建协和医院 像这样在手术的间隙修行 是陈建平和许多外科医生 最平常的境地 他在休息室的陈建平睡得并不安安 他一直在等待病人呼吸恢复正常的消息 我在上面休息 最怕最怕就担心没有呼吸的 如果没有呼吸的 这个第二台手术也是白做的 如果呼吸恢复不管了 就意味着 宿中那种激动的出血 已经造成脑干衰竭了 这个病人就是等人临床死亡了 一个多小时后 楼下的手术室传来的消息 让陈建平顿时没了睡 因为在室楼休息室 我还是穿着衣服 下面有事情 他这里有个呼叫系统 一叫我马上就可以下来 他到了三点多 他能呼我 叫我下来 非常高兴 我就跑下来 坐在病人旁边 我在等着 这个呼吸恢复过来 能不能清醒过来 等到五点多的时候 病人眼睛睁开 我一直坐在这个地方 坐在病人旁边看着 我手脚也会动 他是太高兴了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小时 病人再次出现陷阱 做完之后病人行得很好 但是我们常规还是要做个系统 你看看 脑袋能够去血 那个脑组织鼓出来那个地方 挫伤了 有三代的出血 树中的大肆出血 造成了病发症 凌晨六点 医生护士 再一次聚到手术台前 处理吸引的陷阱 水肿如果没给他清理掉 没有把这些挫伤组织 跟他清理掉 可能到时候 过来一天 可能也不行 所以我们就 鼓中心疗 接着就把这个血肿清理掉 哇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痛苦 一下子就等于 等于你的精神头提上来之后 慢慢慢慢降到底 其实你病人病情稳定而已 实际上就是整个疲惫下来 又有个在波动 哇这个很伤 这个很痛苦 又是紧张的13个小时 病人终于被安全地送出手术室 至此 一台长达32小时的手术 成功完成 很安全的一个状态 出手术室 这也算是给病人家属 一个很好的炸弹 这对我们来说 就是很大的幸运 当手术结束的那一刻 辅助医生陈静和陈松 再也坚持不住 躺倒在地板上 当时没想那么多 我就觉得 这台上那天非常舒服 如果再多台一样 可能真的会睡着 非常疲惫 非常累 非常疲惫 非常疲惫 而且你一旦 那个时候如果 我一般不敢马上睡下去 如果那时候 如果马上睡下去 可能有时候会出一些问题 一般都是 就让他自己 慢慢地从这个 进入那种疲惫状态 你不能一下子 安全换手 旁边的拔罪医生白秋红 随手拍下这一幕 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没想到 在网友间引起了很多 你可能多花了几个小时 可是病人的一生呢 他可以说他最幸福 他可能一生自己交给你的 是吧 但是你算上太值得了 是吧 就是你去认真地站在病人 他们的角度去想想 让你自己也这样子 为什么呢 可是这种付出 别人不知道 问心无愧 他们还是尽到自己 做一生的一个自己 我们心全感激 哎 哎 哎 哦 哎呀 半盒 半盒 對 只半盒了 還是沒有一個 是還是沒有一個 哎呀 別的要一個人 我點那個現在手錄 不是效果很好 比較好 面臨手錄現在環境比較好 但是從上還是一個 很進出競爭的一生 還沒有我一德的一生 這世上一定有一雙眼睛 時刻在盯正 所以我不敢懈戴 我叫陳建平 我是一名神經外科醫生 醫生就是和我們劑力非常近 誰也預防不到下一秒什麼情況 醫藍是一個24小時 基本的情況 醫生手托的是性命 責任重大 最著急的病人 最重的病人 都是在急診發生 病人和家屬把自己的性命 都交付代理在手上 時時刻刻你要被病人著想 醫者人心嘛 人以之心 人是排在最前面的 有這麼一顆人心 曾經努力把工作來做好 把病人救好 如果你用一個善良的一顆心的話 給你可能夠為一生的 無私奉獻 醫術精湛 醫德高尚 能夠觸目被病人著想 他的好的 服務周到的 知識比較全面一些 要有愛心 人心 2014年3月 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爆發 並迅疾蔓延 再來關注埃博拉疫情 我們再來關注埃博拉疫情 世衛組織過去顯示 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人數 已經是超過了1.81萬人 死亡人數僅7000人 感染病例人數每4週 就會增加一倍 埃博拉病毒被發現已近40年 它的致死率高達50%至90% 而人類還沒有找到 攻克這種病毒的方法 此輪疫情開始於幾內亞 當時 中國第23批援助幾內亞醫療隊 正在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 在當地政府 第一次發布疫情公告的10天前 醫療隊隊員曹廣 在沒有受到任何疫情的情況下 接診了一名患者 而那名患者 在兩週後 被確診為 科納克里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人 你還沒有宣告這戰爭開始的時候 你已經捲入戰爭了 就是這種感覺 說實在的 曹廣可以說 是中國接觸 直接接觸 埃博拉病人的第一人 史至今世 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年 但藉著那名埃博拉患者的觸目清新 曹廣仍然歷歷在目 當時確實沒想到的 但是這個給我印象深 當時我想這個人出第一 是個初血人基因 而且是一個比較奇怪的一個初血人 確實沒見過 原來從來沒見過這種初血人 就發現被人的左眼睛 整個的公關全部是沖血人 現在整個眼睛 這個兔子眼睛是一樣 痛紅痛紅的 然後肌肉注射點 有大片血污 當時就是扎針的位置 扎屁股針的針眼 才會滲血 這個確實讓我嚇 真是給我嚇一跳 這床單也是一大片 全是血污 當時我就想到這片腦術 像這樣 也能腦袋身上的這種 簡單的輕微的闖傷 都會有這種出血 確實感覺不一般 這病人有發燒 但是確實沒想到的 就是跟艾伯拉 確實沒聯繫上 那名患者的病情急劇惡化 在入院四天後不治身房 醫療隊後來了解到 家屬將其遺體接回老家 按當地風俗安葬 而後為他舉行 喪禮儀式的四位家屬 也發生同樣症狀 相繼死亡 後勤檢查 全部感染艾伯拉病毒 而比那名患者 有過直接或間接接觸的 九名醫生和護士 也都相繼被感染 曹廣已經被曾為患者診治 而被隔離 曹廣親自為患者診治 摸了患者的眼瞼 看了患者的瞳孔 艾伯拉如果接觸上 沾染上患者的血液和任何體液 比如說眼淚 汗液 分泌物 包括尿液 都可能感染病毒 所以曹廣感染的機會非常大 真的是感染不感染 可就是一步之遙 你被宣布隔離了 就說明你是最危險的一個人 對吧 你不光是對你自己危險 你對大家也有危險 所以緊張 但是也能接受 但又不願意接受 不接受就不行 就這樣 這種很矛盾的一個心理 就這樣 曹廣是來自北京安心醫院的 一名外科醫生 2012年8月 作為中國第23批 援助幾內亞醫療隊的成員 他和18名同事 來到幾內亞首都 科納克里的中級友好醫院 開始了為期兩年的 原非醫療工作 在幾內亞 醫療衛生行業非常落後 甚至連工作中 一些最基本的條件都難以保證 你比如說手術中用的眼水 手術中用的煞布 這些最基本的條件的材料 在幾內亞很多醫院裡邊都保證不了 滿足供應 給我感覺最明顯的一個是停電 在國內是不可能停電的 哪有說手術間裡會突然就停電了 那麼各種各樣的儀器 這種監護儀器和手術的燈 那都是非常關鍵的東西 怎麼可能會中斷呢 在那裡的搏 隨時可能會停電 現在手術室停電了 這是在手術室裡很常見的事情 以前的話我們會有一個大的UPS 可以在停電期間控電 但是這個UPS現在呢 也不是特別好使了 所以在停電的時候 我們的手術室護士會拿著手電 給予照明繼續做手術 儘管條件簡陋 但中國醫生在臨床上的科學嚴謹 卻絲毫不打折扣 這在前一幕話中影響著當地的醫生 剛到的時候 剛到的時候 因為他們用礦泉水沖傷口是一個習慣 但我覺得其實還是有關鍵問題 這礦泉水血皮一瓶 鹽水要便宜得多 但是如果一旦傷口因為感染的話 你後面用的藥就可能就十倍以上的價格 不如你不如用一個鹽水沖洗 其實鹽水也不是很貴 那也不是太多錢 最後慢慢改掉了 最後他認可 最後我們護士也不再往手術室擺這個礦泉水了 就像擺盛鹽水 以前吉利亞術後的病人傷口感染率 一般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而中國醫生到來後 病人的術後感染率下降到百分之四 沒有完年紀里的三十多元 從術後病發現我們現在很少 因為我們這個國家 另外一個醫院那個大病人 如果不能走都來這裡 我們就去那個病人 我們很感謝他們 我們這個時間 我們感謝他們 我們希望他們留一些給我們 繼續教我們 中國醫療隊把先進的醫療技術和管理經驗 注入到日常工作中 不到兩年 中期友好醫院就面貌異性 醫院門診量 床位使用率 手術隶數 急診抢救成功率等指標 均達到了幾內亞的最高水平 然而就在醫院各項工作 有需推進的時候 埃伯拉卻悄然來襲 醫院的正常工作被打斷 中國醫生正在進行的幾項流行病學調查 被迫擱置 而接觸過埃伯拉患者的曹廣更是命悬一線 在萬里之遙的時候 不是自己生死被捕的時候 真是能提到 病人這種恐懼 別人是替代不了的 自己知道 你只能自己扛 你讓誰也沒有用 跟誰說也沒有 但是呢 你很想找個發線口 所以 對病人 他的什麼心理 其實還是從那件事情 到來 趕快的方神了 高到幾內亞時 由於當地同事的操作不規範 曹廣曾經兩次在手術中被仗過手 這在艾滋病高發的國家是極其危險的 所幸曹廣兩次都幸免遇難 這一次遭遇埃伯拉的父親 同事們期待著 他能再一次花些回憶 其實老曹還是很堅強那個人 當然是 每個人都會有 就是他的承受的能力 是他的限度 老闺女有什麼話你跟我聊 你需要什麼 哪怕最後你真的 真的需要發傷了 我說我會給你輸液 我說他在那邊走 我們隔十米八米的大招呼 這樣打氣一下 然後緩解一下 然後也鼓鼓勁 在網上 微信上 鼓鼓勁沒什麼事 一天一天的就過了 職業暴露 讓醫生成為疫情中最危險的群體 就在曹廣被隔離兩天後 醫療隊的吳素萍大夫 因為工作搭檔出現感染症狀 也被隔離 埃博拉病毒不會通過空氣傳播 因此 醫療隊對曹廣和吳素萍 採用的是宿舍隔離 讓自己在一個房子裡 就有個大 知道怎樣 就是和其他的隊員 湊開這個時間 去活動 什麼的 然後就是飯 不到那個 就是 釋放去 去打 然後就是我們的隊員 或者送過來 每天的任務就是量量體溫 然後那個 跟家裡回報一下 跟隊裡回報一下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再就是自己 調剂一下 這個 進行時常的運動 鍛鍊 那會兒運動 也不趕時間運動 洗澡都不趕時間洗 怕就怕感冒 說不清楚啊 就是這樣 很緊張 又很無奈 又得等等待 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是21天 對於曹廣和吳宿平來說 每一秒都是漫長的煎熬 天天就是想跟他們接触的細節 是不是跟他們握手了 那天我們都說 我們幹嘛呢 他說話的時候離我有多近 說的是什麼 他就想這些細節 就強迫自己想 強迫自己想 強迫自己想 沒辦法 你擺脱不了 你知道不要想 想也沒有用 但你一定非得想 強迫的 強迫症的一樣 有時候也會胡思亂想 會不會這個病 照上自己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也非常關注 所以每天早上 我醒來很早 這樣一醒來 也覺得 呼聲還是挺舒服的 覺得還挺平行的 就這樣 一側體溫也不高 挺正常的 也沒什麼不舒服的感覺 就挺高興的 然後就出去走了 我很早就起來 不到6點沒有 我可能就出去 我自己先出去 就去走路 天還沒亮呢 等到大家都7點都天亮了 大家都能出來了 有人去買飯了 或者幹嘛 我就回房間了 就自己再待著 這樣子 其實真的什麼叫一不住一 因為他知道 如果發生了什麼 後面會是什麼 即便是小概率事件 百分之一萬分明的事件 他都知道 會是什麼 所以在那種情況下 如果像他們倆這種 實際上是 就是 就是難以言表 那種壓力 曹廣和吳索平 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而患消息 卻接踵而至 與那名埃博拉患者 有過基礎的9名醫生護士 六人相繼死亡 其中包括和曹廣最為要好的工作搭檔 蓋林斯福 普外科的蓋斯姆主任 去世的消息 這個消息傳到醫療隊之後 對我們每一個隊員都影響很大 特別對曹廣影響最大 因為蓋斯姆是曹廣的親密的朋友 同事 他們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八五 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蓋斯姆去世的那天晚上 他往來外頭鍛煉的時候 路邊有一塊小小的獅子 他都狠狠地踢一腳 把他踢了 那種心中的不平 心中的那種悲痛 心中的那種懷念 都在這一個小小的動作表現 其實作為蓋斯姆來講 他在中國學了十年 他在中國十年 他對中國人的友好程度很高 而且對中國人的友好程度很高 尤其蓋斯姆說的很多次 一直想回家學習學習 再看看原來的這個老師們 對中國人的這種感情還真的很深 我對中國一些好棒 我跟你說了 我留了中國十年 明白了沒有 是這樣的 中國很好 好棒 蓋斯姆的粗染理事 讓曹廣的心血瞬間跌倒了谷底 他在自己的微博上 寄託著對老朋友的愛思 今天我決定向大家匯報一件 非常被通的消息 和我一起工作的醫生蓋斯姆 還有我們科的一名護士 因為在工作中感染病毒導致死亡 本人也因為曾經接觸過患者 以及同蓋斯姆一起手術 接受隔離觀察 豪廣的微博發布後 迅速迎來國內網友的關注 並被轉發兩萬多次 大家紛紛給他流流打氣 大家對我們的認可 這種承認也是顯然感動的 我這些評論沒有負評 就沒有說這個醫生在那吹牛 或者說胡說八道 博眼球 這類話真的一個都沒有 所以我就很感動 來自網絡上 這些陌生人的支持和祝福 讓曹廣感到欣慰 而身邊一起奮戰的同事 所給予的照顧和鼓勵 萬里之遙的親人 對他的牽掛和惦念 是讓曹廣 嘗過那段特殊日子的勇氣與動力 可能你用語言是感到不了 就是 都是一些那些自己的感受 你比方說親戚 朋友 同事 集體 尤其在遇到大的事的時候 這些人的 這些背景的 給你的支持和影響 你是 但是 可能你在 你在國內永遠體會不到 也是 這個 醫生也回不去 幸運的是 經過21天的隔離觀察 曹廣和無數瓶身體沒有出現任何異常 平安歸隊 而此時 埃博拉 裹隨著死亡的威脅 開始瘋狂自虐 感染者人數和死亡人數每天都在攀升 在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 中國醫療隊始終堅守在第一線 一定不能說 在這種關鍵時候 你先卷得快點走了 越墊上越需要瘋狂 我們不可能被撤到 我們在幾個亞 穿的白大衣上 都有國旗的點 我們是國家派出的醫療隊 我們的一羽移動 代表國家 具體說 我們是有責任有使命的 接近當年抗擊非典的經驗 中國醫療隊制定出一套疫情應急方案 並向當地華人華僑 廣泛宣傳 普及防空知識 都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一方面我們不能停 另一方面我們反倒要走出去 尤其那時候我們會感到 我們的需求更多 因為僑病是一方面 還有很多諮詢 採取什麼措施 那麼怎麼防護等等 在他們今天一些知識的普及 我們自豪地說 由於我們醫療隊的工作 在幾內亞的兩萬多華人華僑 沒有一個感染埃博拉 埃博拉疫情爆發後 中國政府緊急支援 截至今年三月 已經向疫區提供了四輪 總價值7.5億人民幣的捐助物資 調派軍地醫務人員近千名 培訓當地醫護和社區防控骨幹 一萬三千多人 中國疾控專家 以零差錯的高水準 檢測血液樣本近五千份 由中國原建的埃博拉診療中心 累計留官八百多人 十一件防護裝具 三十六道程序 醫生們每穿一次要三十多分鐘 一趟查房下來 燜熱的防護服力 最高能達到五十多度 就連口罩都被汗水完全打透 在這場全人類的災難面前 世界看到了中國醫生的付出 也看到了中國政府的擔當 最高能達到五十多年 一萬五十多年 總之一項目的 最高能達到五十多年 我非常感興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